大家好,请收看这本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部有关爱因斯坦的传记,名叫《爱因斯坦传》。 提到爱因斯坦,许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他的相片,一头乱发,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科学界奇才。 我们也都认识他,他是发明了相对论的杰出的物理学家,并在美国制造了一颗核弹,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提早了。 我要说的是,关于爱因斯坦,你还知道些什么?你也许不知道。 那么真正的爱因斯坦究竟是谁? 从这篇自传中,我们得知,他不但在科学界取得巨大的成绩,而且还活跃于正解。 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同时也很享受被众人关注的那种感觉。 他还会关注那些遭受战火和专制压迫的陌生人,以及对待周围的人们的严苛和冷漠。 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中,看到一个更为现实,更为立体的爱因斯坦。 该书由沃尔特·艾萨克森传写,是一名知名的自传作家。 乔布斯传、基辛格传和富兰克林传都是艾萨克森的代表作。 每一部都是一部经典的自传。 艾萨克森善于从大量的史料中挖掘,他的工作并不只是探究这些人的生活经历, 而是对他们的思维演化进行深入的剖析,尽量把他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他的作品中,伟人既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平凡的缺陷。 而正是这种缺陷使得这个角色显得更为逼真,爱因斯坦传也是这样。 爱因斯坦的自传数量众多,不全面地估计不下200册。 不过,该书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该书的出版时间比爱因斯坦的全部著作都要早。 而且,该书还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许多著作和信件,使其更加可信和完整。 例如,许多人相信爱因斯坦曾在美国发明了一颗核弹, 但该书在对爱因斯坦与美国罗斯福的通信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 我们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提出美国研发核武, 因为他害怕,一旦被德国发现,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危险。 但是,爱因斯坦也很担忧, 政府是否能够谨慎地运用核武。 他相信,假如美国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成功, 那么,最好不要动用核弹。 德国投降之后,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了两枚核弹。 后来,爱因斯坦痛心疾首地说, 如果他知道德国不可能制造出核弹,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本书的另外一项特色是,他不仅提供了完整的文献, 而且,用较为简单的文字,将一些深奥的,繁复的科学原理进行了阐释。 例如,在引入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 笔者用爱因斯坦的列车做了一个思维试验, 说明了两个人在静态和移动中, 为何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即相对的。 这一条很关键,爱因斯坦的学说是无法回避的。 他创立了量子相对论,为量子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物理学界,有不少专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本书的框架很清楚,作者将本书分为25章, 以年代为先后次序,以一个话题为主线, 呈现出爱因斯坦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活动。 在简单的简介之后, 我将从爱因斯坦的三大主要特征中, 对他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多维地理解。 物理学家,犹太人,民主派。 爱因斯坦无疑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的聪明才智对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他的科研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一个犹太裔, 他的研究结果遭到了部分民族主义分子的歧视, 而且,在德国的纳粹统治下, 他不得不从柏林这个世界著名的物理实验基地逃往美国。 由于亲眼目睹了独裁和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 爱因斯坦毕生致力于促进和平与自由。 因此,他的伪迹不但体现在他的科研上, 而且体现在他对人类的重大关切上。 第一段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他的第一个特征, 一个物理学者。 说起爱因斯坦在科技上的成就, 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相对论, 但由于相对论太过悬傲, 而且我们又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相对论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不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GPS系统就是从广义的相对主义角度出发的。 在此将简要地说明关于窄的相对论。 许多人都知道1905是一个神迹之年, 那年爱因斯坦25岁, 连续四次发布了四次重要的成果, 包括狭义相对论。 在那个时候, 牛顿提出的绝对空间概念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那就是无论静止的, 移动的, 都会保持恒定的, 这也是我们的常识。 而狭义相对论则主张时空是一种相对关系, 当一个物体移动得更快时, 其体积就会减小, 而时间的流动则会减低。 在GPS系统中, 一方面因为卫星在轨道上的速度很快, 它的运行速度要比地面的速度要快得多, 另一方面, GPS需要很高的精度, 这就需要在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之间的交互作用下进行修正。 可以说, 在没有狭义相对论的情况下, GPS是不可能成功的。 此外, 广义相对论中还有一个有名的智能公式, 即能量与物质的速度乘上了光的速度。 这种物质能量方程式为研究核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除了广义相对论之外, 它还掌握着另外两种理论。 广义相对论推翻了关于重力的认识, 认为重力的实质是物质造成空间和时间的扭曲。 这就像是你将一颗足球扔到一个弹跳床上, 它的重量会让弹跳床发生扭曲, 从而形成重力。 黑洞、 引力波, 这些我们熟知的东西都可以从广义相对论中得到。 假如将来人们能够在太空中遨游, 那么广义相对论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光量子力学则是对光本质的解释。 在那个时代, 人们都认为光线是一种电磁波, 如果是电磁波, 那么它就会如同海洋中的水波一般, 不断地起伏。 但是, 爱因斯坦指出, 光具有威力的特性, 即光线是由许多细小的颗粒构成的, 称为光子。 爱因斯坦对光电子的影响的诠释, 是量子理论的重要推动力。 我们对量子力学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对其运用还是比较熟悉的。 我们日常所用的移动电话、 计算机, 以及那些用于电子器件中的三级管, 都与量子物理相关。 可以说, 没有量子理论, 我们是无法走到今天这个资讯时代的。 虽然这并不能用三言两语来解释, 但经过前面的讲解, 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 而他的任何一条都是违背常理的, 在那个时代, 他的学说也是很有先进性的。 事实上, 在爱因斯坦的那个年代, 物理界也是天才云集, 有波尔, 有薛定谔, 有泡利, 也有很多知名的物理学家。 但是, 为何爱因斯坦比他的同辈, 更有出类拔萃的成绩。 本文的作者对此进行了各种猜测, 其中有爱因斯坦超乎寻常的智力, 在瑞士专利署工作, 不但工作条件好, 而且可以获得许多科研专利。 此外, 他也得到了来自其他同事的直接和间接的援助。 以上种种或许都对此有所帮助, 但是, 笔者相信, 其中另有两大关键因素。 一种是爱因斯坦独立思考, 不迷信权威的个性特征, 一种是他一直坚信,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套简单的、理性的、统一的自然法, 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法则发展和进化的。 而且, 这种法则无所不在, 难以察觉。 例如, 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以前, 庞加莱和其他的一位同样的物理学家也提出了相似的公式。 不过, 庞加莱就比较保守了, 他也曾经质疑过时间的绝对性, 但终究不敢完全推翻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 用一名物理学家的说法, 庞加莱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传统, 而是因为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去扭转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 爱因斯坦没有太多的顾忌, 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合理的, 而不是认为权威就一定是对的。 事实上, 在物理学发展的道路上, 任何一个伟大的发明都会推翻一个人的认知, 比如戈白尼, 比如日新, 比如爱因斯坦。 此外, 牛顿假定了一种名为以太的物质, 一切事物, 包括光, 都会随着以太而移动。 庞加莱同样保持了以太的假定, 但这就等于是要凭空添加一个完全无法观察到的事物。 这与爱因斯坦一直坚持的宇宙法则的简单不符合, 所以他干脆放弃了古典物理, 转而推出了狭义相对论。 然而, 爱因斯坦却没有知足, 他不久便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限制。 一方面, 狭义相对论规定了一切物质的速度不得超越光速, 而牛顿重力定律则主张, 重力可以在遥远的距离内产生, 二者存在着矛盾。 其二, 狭义相对论仅限于在直线运动时使用, 应用领域较为狭窄。 爱因斯坦为扩大相对论的应用, 而将目光转向新的理论, 即广义相对论。 首先, 他对重力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及我们之前提到的空间和时间的扭曲。 之后, 他又向好友格罗斯曼请教了几个算术难题。 格罗斯曼在算术上的造诣很高, 而这恰恰是爱因斯坦所缺乏的。 十多年后, 在1915年后, 广义相对论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首先, 我要对这一点进行简要的概括。 我们将简要的阐述, 爱因斯坦在物理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 和对整个人类的重大影响。 爱因斯坦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学说。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爱因斯坦具有独立思考、 不迷信权威的个性, 而正是这种个性使爱因斯坦敢于打破常规。 第二段, 不过,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犹太特性。 接下来, 我们将会看到爱因斯坦的另一个特征——犹太人。 看一下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生活中产生的问题, 以及对他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 1919对于爱因斯坦而言是一个非凡的年份, 在那一年, 有两个重大事件正在上演。 第一个项目是由英国的爱丁顿和戴森领导的天文台, 他们通过日识, 成功地观察到了由太阳重力引起的光的偏离。 虽然是用牛顿重力原理得出的两个数值, 但也符合了相对论的推演。 很多新闻机构都在大肆报道爱因斯坦颠覆牛顿学说, 还有人称爱因斯坦的学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这样一来, 爱因斯坦在学术界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就水涨船高了。 第二点是一战刚过, 德国这个失败者不但失去了尊严, 还欠下了巨额的赔款。 一些德意志民族想要找到一个替死鬼, 他们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德国, 因此德国的反游运动才得以兴起。 巧合的是, 爱因斯坦在德国声明确起, 又是一个犹太人, 又是在德国生活了很久的人。 例如, 在德国的一个极端主义党派中, 有一位名叫保罗·魏兰德的人。 魏兰德发现, 事实上, 许多科学家都在质疑相对论, 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论, 并没有真正的理论作为依据。 因此, 他公开指责相对论是个大骗子, 甚至还号召一包二等学者围剿, 指责爱因斯坦的理论具有浓厚的犹太色彩, 看似很神秘, 实际上却是一种欺骗。 爱因斯坦对此很愤怒, 并在报上进行了回击, 并说, 如果我是一个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 而不是一个犹太教徒, 那么他们就不会对我的学说进行抨击。 俗话说, 实施物者为俊杰, 爱因斯坦的正直却是正中对方的软肋, 不但没有将真相洗白, 还让自己身败名裂。 犹太的身份不仅让爱因斯坦陷入困境, 而且还让他在科学领域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1919的月时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必须在1920拿到诺贝尔奖才行。 勒纳德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说服了所有的科学家, 让他们认为, 相对论并不是一种新的发现。 勒纳德批判了犹太的相对论, 其实至上是一种哲理上的幻想。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会长, 很明显地赞同勒纳德的说法。 这位总统在对爱因斯坦未能得奖的时候, 援引了勒纳德及其他反游人士的论点。 1921年, 爱因斯坦的得奖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大, 但是还是有人想要阻挠, 结果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无一幸免。 爱因斯坦在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这次的得奖并非因为他的相对论, 而是因为他的光量子力学。 正是在那个时候, 爱因斯坦感觉到了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迫, 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了一种怜悯之心。 一些犹太教徒为求活下去, 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中完全抛弃他们的犹太民族, 并突出他们的民族特征。 爱因斯坦在公共场合批判了这些做法, 提倡各族人民和平相处, 并以实际的方式来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 及犹太人建国。 这等于公然向反游人士宣战, 而爱因斯坦也曾受到纳粹的暗中恐吓。 爱因斯坦那时已是声名雀起, 他在全球发表演说, 筹款给犹太复兴团体, 首战便是美国。 爱因斯坦深受美国各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 他的每次演说都爆满, 但是美国的有钱的、 有权势的犹太人很少参加, 因此最终募集资金的效果并不好。 可以说, 对犹太复兴的拥护是爱因斯坦首次走上世界的政治道路。 尽管爱因斯坦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他的成果并不大, 他是一个可以改变物理历史的科学家, 但是在世界政坛, 他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1933年, 德国首相希特勒发动了一场彻底的大屠杀, 爱因斯坦的房子也遭到了喜结。 但爱因斯坦却像是早已遇见到这一点, 那时他全家迁往美国, 侥幸逃过一劫, 让我们对这一劫进行概括。 在德国一战后, 随着反游运动的崛起, 爱因斯坦这个备受瞩目的犹太科学家, 不但被公众的流言飞于所伤, 而且在科学界, 他的犹太血统遭到了不公平的挑战。 但是, 他没有像一些犹太人那样, 采取妥协的办法来寻求自己的存在。 相反, 他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犹太复兴, 并以其自身的力量为犹太人民说话。 第三段, 也许许多人会觉得, 爱因斯坦这种科学家, 应当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研上, 而不是太介入正式。 但实际上, 爱因斯坦从小就有自己的政见, 他提倡和平, 怜悯被压迫, 重视社会公正, 并与狭隘的国家主义, 军事主义做斗争。 但在纳粹执政以后, 由于认识到单纯的和平主义者, 不能对抗暴政和疯狂的战火, 他也加入了反独裁的行列。 接下来, 我们将会看到爱因斯坦的第三个特征, 与独裁和独裁斗争的民主分子。 爱因斯坦从初中开始, 就对德国的独裁风气深恶痛绝, 因为那时德国的气氛很是沉闷, 而且还充斥着军人的气息, 于是爱因斯坦决定抛弃德国公民身份。 事实上, 爱因斯坦对祖国和民族的认识一向很模糊, 甚至在支持犹太复国的时候, 他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维护犹太人的生存权。 在华盛顿, 他于1946年在一个关于巴勒斯坦情况的国际理事会上发言时建议, 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口进入这个地区, 但是他不相信犹太人可以建立一个民族。 他主张人民应当淡化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 将自己视为一个全球的人民。 此外, 要维护全球的和平, 单凭签订条约, 解除军备还远远不够, 应当减少各国的力量, 并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权以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这个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政治理念, 是爱因斯坦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爱因斯坦的观点过于理想, 但事实上, 如果把它放到那个年代来看, 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有些国家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同盟的机构, 即今天的联合国。 国际组织的目标是减少武器数量, 解决国际争端, 促进国际贸易。 然而, 由于国际联盟缺乏军事力量, 因此在应对国际争端时, 只能依靠强国, 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强国操控的力气,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有一次, 爱因斯坦通过国际联合会的关系, 与知名的心理学者弗洛伊德进行了一场关于战争的争论, 并提出了一些防止这场战争的办法。 这本书的标题是《为什么要战争》? 爱因斯坦最先提出, 如果要使一个像国际同盟那样的团体能够真正运作起来, 必须要有武力, 而与此同时, 各国也必须要舍弃自己的武力。 由于一个原因, 一个是掌权者的典型特点, 是对权力的强烈渴求, 他们绝对抗拒一切对政府力量的约束。 另一方面, 人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和破坏欲, 而政府通过教育、 媒体、 宗教等手段, 可以轻易地操纵民众的情感。 因此, 爱因斯坦相信, 如果要真正地阻止战争, 也许可以从抵抗人类的憎恶与破坏开始。 从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理想的政见中蕴藏着对政治与人道的深邃洞察。 在爱因斯坦的后半生, 美国对日本广岛长期进行了核试验, 这一点使他更确信这一点。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爱因斯坦曾大力推荐美国开发原子弹, 因为他害怕德国率先开发, 将会对全球的安全构成重大的危险, 但他也相信, 不能掌握在一个特定的大国手中。 在美国发射了一颗核弹以后, 几位科学家就共同发表了一项提议, 提议成立一个全国咨询小组来管理核武。 爱因斯坦后来在一封默写的信件中向 负责制造核弹的奥本海表示, 他明白这一宣言的含义, 但是他相信, 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机构来引导世界, 就无法达成这一协议。 爱因斯坦在随后的数个月中不断地发表文章和访谈, 但很明显, 他的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 20世纪40年代后期, 爱因斯坦接受了一次访问, 被问及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 他的答案是, 他不清楚二战中使用的是哪种兵器, 但是他却清楚地记得, 在这场战争中, 使用的一定是石块。 简而言之, 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 爱因斯坦从小就有自己的政见, 他相信要维护世界的和平, 光靠签订条约, 解除军备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削弱各国的力量, 并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权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这个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政治理念, 是爱因斯坦毕生所追求的。 概要 好了, 今天的录音就结束了, 现在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首先, 爱因斯坦开创了相对论, 并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石。 爱因斯坦能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颠覆性的学说, 有两大因素, 一是他独立思考, 不迷信权威的个性, 这种个性给爱因斯坦带来了挑战和挑战的胆量, 二是他坚信, 宇宙中有一套简单、合理、统一的自然法, 正是这种法则驱使着他去寻找科学的真相。 其次, 爱因斯坦的科研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德国人对他的批评越来越强烈。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 使他更加怜悯犹太同胞, 因此他大力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 并运用自己的力量为犹太人民说话。 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民主思想的人。 他相信, 要获得真正的安宁, 就必须成立一个超越政府的机构, 他不会是一个脆弱的协调机构, 他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仲裁人。 这个观点看似理想, 其实是爱因斯坦对政治和人类的一种深入的观察。